陳雷英 陳老師 陳老師街 就是那個地方 去跟陳雷英老師讀書 所以這個陳雷英老師 知道他們要蓋大廟 所以就送了這個對聯 裡頭的這個對聯 他們已經民國80年 這個三宗廟修掉了 所以他並沒有把那個落款 誰輸的誰賺的沒有落款 看不清楚 但是應該是聯舉人他本身 那這個肯定是那個陳雷英老師 那老師的出手就會不一樣 來你看一下 雪中方式認識的是 雪中方式松梅祖 松梅祖是我們中國的最高君子代表 天上長弦日月星 花光高亮 不是太陽的專輯 人也可以 這三個中城 千秋萬事 受人潮白 就是因為他的精神 所以這個可貴之處在這裡 我看了很多 因為我常常到那個龍山寺 但是他的原來的 他也一樣寫得非常的 那個很落實 但是後面又去的 就不進來 所以你去看那個東西 你就會知道他的年代 好來看一下 它覺得無料不掉的 還不再次 那不再次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